开学第一天 关普国小首届的小一新生 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解规则 很多小朋友充满好奇跟活力 对新生活充满期待 这间关普国小是新都市最新设立的一所国小 今年首度迎接280名的新生入学 市长林志坚特别来到了关普国小 跟学生们打招呼 也鼓励他们认真学习 用功读书 我们今天来到关普小学 看到我们小一的新生 进到这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知识游乐地 看到学校校舍的动线的规划 坦白说我非常的激动 也非常的感动 非常肯定我们关普小学 在社校期间教育处同仁的努力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关普小学 从筹划到现在 在我们陈思丁校长带着极少的人力跟资源 在这么短的时间来将这个一期的工程来完成 关普国小在新建的过程中 融入许多前卫创新的概念 校方希望打造一个森林小学 教室之间采用开放式的设计 让学生可以自由流动 校长陈思丁指出 关普国小的建筑特色就是与大自然共好共存 这个学校其实它的建筑特色在于 因为它旁边周边都是高楼林立 所以这个学校当时候被赋予了三个主要的期待 第一个它必须是比较低楼层 留下天空线 那么也让这个环境可以不显得压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希望这个学校能够成为孩子的知识游乐地 所以它每个建筑空间都要有教育的意义 包括如果我们在谈说学校里头应该要更环保 那么后面的这个通风塔 它就是让室内的空气可以循环 而降低了所有的空调的使用 今年新竹市总共有6079位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入学 新竹市政府希望透过校园设计与改造 打造新颖又活泼的校园空间 让新竹市的学生都能在学校里快乐学习 开心上课 台阔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